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雨 2021年7月1日 中共建党百年大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习近平等七常委在天安门亮相 胡锦涛 温家宝等多名中共元老露面 江泽民 朱镕基 罗干三名元老缺席 之前 6月28日晚 中共高层集体观看唯一演出 江泽民 朱镕基 罗干等八名前常委缺席 中共央视画面显示 习近平等现任政治局常委 7月1日上午近8时登上城楼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大会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 习近平罕见穿中山庄露面 中共18名现任政治局常委中 胡锦涛 温家宝 李瑞环 宋平 李兰青 吴邦国 贾庆林 张德江 于震生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贺国强 刘云山 张高丽现身天安门城楼主席台 胡锦涛站在习近平左侧 满头白发 显得昌老 江泽民 朱镕基 罗干三人缺席 之前 6月28日晚 习近平等现任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人在国家体育场观看演出 中共18名卸任政治局常委中 李瑞环 贾庆林 张德江 于震生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贺国强 刘云山 张高丽十人现身观看演出 江泽民 胡锦涛 朱镕基 温家宝 宋平 吴邦国 李兰青 罗干八人缺席 前常委中 罗干自中共十九大前后至今诡异隐身长达数年 接连缺席中共十九大及2019年十一招待会与阅宾室等重大场合 心中沉迷 此前有传闻说罗干并为正在抢救 另有消息指罗干家族早就在南美洲的秘鲁山区 拥有带私人武装的秘密庄园 并在当地投资铜矿已被退路 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 早前也在预告七一天安门庆祝活动时呈放封城 这次庆典 江泽民 胡锦涛等人也有可能不出席 原因是预计习近平将在这次活动上发表时长 可达一小时二十分的讲话 北京时值夏季 这对江泽民等人来说是巨大挑战 时政评论员李燕民分析 胡锦涛 温家宝等御十名前常委随习近平现身天安门城楼 打破元老集体躺平抵制习近平的传闻 江泽民 朱镕基等三名前常委相继缺席 6月28日的文艺演出 与7月1日的集体活动 除了身体健康原因及高温等因素外 是否另有政治因素 目前不得而知 值得关注的是 中共百年之际 相关活动及官媒报道中均高调凸显习近平 同时贬低江泽民 2021年6月27日 中共发布建党百年大事记 对中共百年历史进行了最新时代划分 其中习近平九年执政占了三分之一篇幅 中共五名领导人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的名字分别出现138次 75次 40次 32次 184次 习近平的名字出现次数比毛泽东多 更多于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三人出现次数之和 五人中 在胡锦涛以前的毛 邓 江三人都有核心头衔 而胡锦涛没有 只是称职务总书记 而胡锦涛之后的习近平又有核心称号 李叶明分析说 中共政权内外交困 违在旦夕 加剧高层分裂与内斗 中共百年相关活动与报道中 高层人物动向与中共二十大高层人士博弈息息相关 胡锦涛 温家宝随习近平登上天安门城楼 江泽民缺席 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及后续政治效应值得进一步观察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